好,謝謝 對 實相都沒有什麼大變化 其實大爾改進只有百分之五不到 下一張 三次的說明會 都沒有什麼改進 再下一張 依據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系 戲目裡面規定的 第四條第11款 為於都市土地申請開發 申請開發 或者是累計開發五公頃以上 都需要做環境影響評估 所以在 當初 這塊地 當初這塊地 政府從私人土地 徵收回來之後 變成機關用地 那機關用地在 九十五年的時候 來開發 申請開發 申請開發 就需要做環境影響評估 那個時候沒有做 活得得標之後 環境影響評估是做了 沒有通過 所以呢 至死至終 這個分割案 沒有法定依據 你沒有拿架子來錄啊 今天要申請開發 還是要做環境影響 所以可見環境影響評估沒有通過 也沒有做 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再下一張 再下一張 再下一張就要看這裡 這個土地我剛剛講過 是十一筆私人的土地 現在土地的地主還在 這塊土地變成機關用地 然後做 逛池園區的開發 逛池 國外那個 國外園區 現在把它化成三份 然後呢 還要在一區是化成商業區 做商業用途 請問假如你是地主 你會怎麼想 後面大家看一看 這是不是很熟悉的美合式的方法 那整個都要找進來 拜託 去看賭錢的西瓜 再下一張 2月27號 都委會審議的時候 已經有委員指出 社府用地蓋的是住宅 不能使用機關用地的容積率 請問政府官員沒有聽到嗎 再下一張 反對台北市政府上 設施用地的容積率 從200億變成400 反對都市計畫變更 加帶1500戶 公民住宅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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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孫先生 謝謝孫先生 來 下面是月春宮 請吃 好 我來接一下 kein 真的很 她